周杰伦在西方的知名度怎么样? 美国有个类似中国知乎的网站,名叫Kara,回答一般比较权威和靠谱。 在这个网站上,周杰伦的关注人数是16000左右。比成龙多很多。 少女时代大概17000人关注,著名的鸟叔,有3万关注。 总的来说,都不是很高。没办法,亚洲音乐人在欧美影响力有限。 在Kara上,有人问,谁是美国的周杰伦?有三种回答。 第一是说美美,泰勒斯威夫特。人气是够了,但是他显然没有周杰伦那么全面。 第二是西方最著名的乐队P头是。 因为又要写,又要唱,又要演奏,还包了制作和MV拍摄。 。 周杰伦一个人干了一个乐队的活。第三种答案说是迈克尔杰克逊。这个还差不多。 还有说周五与伦比的。此外,有人在Bara上比较邓丽君和周杰伦谁的影响力大。 回答是。 回答是,邓丽君的地位类似猫王或约翰列农。周杰伦类似迈克尔杰克逊。 这是什么概念呢? 。 在比较权威和准确的西方100位最伟大歌手的排行榜中,猫王排第三,列农排第五,杰克逊排第25。 看到这样的比较,你服吗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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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